我们现在所在的是纽约曼哈顿的法庭门外 周四由12名纽约人所组成的陪审团一致判决 认为针对川普前总统的34项伪造商业记录罪名全部成立 川普就此成为美国有史来第一位或判刑事罪的前总统 川普在判决后说这是一个被操纵的审判 但没关系因为他是在为美国而战 陪审团的判决来得比大部分人想象的都要快 开庭开了六个星期证人有22个 而陪审团是从周三才开始审议到周四达成判决 只经历了约10个小时 检方则召开记者会表示 他们是公共的职员 我愿意与他们与他们与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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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法官表示他将会在7月11日 召开听众会决定对川普的具体量刑 这个日子距离川普在7月份的共和党全国大会 受到正式的总统提名 只有仅仅数日 川普则说真正的人民的判决 将会在11月份的总统大选日来临 在判决之后 川普的竞选团队马上向群众发出了竞选募款短信 说川普成为了政治犯 不到半个小时 全口网站就因为太多人涌入捐款 而一度陷入瘫痪 部分民众表示川普被定罪 让他们更加支持川普 现总统拜登的竞选团队也对判决做出了极客回应 说今天在纽约 我们看到没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 而唯一能够阻止川普进入白宫的 土圆形办公室的办法 仍然只有在投票站 宪法专家则表示 就算川普被定罪 甚至要坐牢 也不会影响他参选或者当总统 而川普的法律团队 预计将会马上上诉 试图推翻陪审团的判决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陶明 美国纽约曼哈顿法庭外报道